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视频看点 洛克王国究竟有没有变位 老玩家和现任玩家的矛盾在哪里 然后还有一些回忆当初洛克王国的一些内容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那么千万不要忘了素质三连点一波关注 谢谢大家 收藏过两千继续更新这个系列 首先是回答一下很多观众问我的问题 洛克王国真的变位了吗 现在真的是洛克王国吗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也借用了朋友的号靠脚本带练而练了几次 那么老版本的宠物和现如今的宠物 说实话实力差距的确是很明显的 但真的是因为洛克王国来说 洛克王国来说 洛克王国的内容真的不算很多 我自己回归的感觉就是 VIP包月比较重要 有些实在是没时间去干的 活动稍微去洛金一下 一个月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 几十块钱和以前的版本相比 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 唯一变化比较大的就是宠物价位上限的提高 曾经精灵价位基本上是在50的以下 现在有部分的精灵突破了50到100 其实这个是很明显的 洛克王国目前存在的很大一部分现任玩家 明显不是小学生了 玩家群体的中流砥柱 基本上是初中高中大学生 甚至是一些在岗就职的成年人 这其实就是实力比较强劲的现役玩家 也是整个游戏环境中收益最高的来源 我也加入了好几个洛克群聊了聊 发现游戏里面强力的克金大佬 基本上都是互相认识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拥有 稳定经济来源的成年人 洛克王国的一系列改动 也很明显的在为他们做出调整 例如越来越复杂的战斗系统 技能效果领域等 越来越完善 宠物战斗不光光看克制 性格 宠物装备 产地特效等 你都是需要培育的内容 这是给小学生玩的吗 当初我反正小学的时候 我只知道无脑刷大 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莽夫的快乐 第二点明显的区别 就是拥有了两套精灵体系 PVE精灵和PVP精灵 所以如果真的要玩得好 需要准备两套精灵体系 那么这个和隔壁的赛 和奥拉辛 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克金的额度也不算太高 在快餐游戏横行的时代 其实也应该能够理解克金吧 毕竟市面上的游戏 捞一波就跑的游戏横行 然而为什么会觉得洛克王国很克 为什么有时候回去玩一下 就觉得很气呢 真的是因为克金 游戏变位了呢 其实都很简单 就像我刚刚回归的时候 我都懵了 这些宠物是什么 伤害怎么这么高 老精灵怎么老是被吊打 我最强精灵瞌睡王的血量 怎么还没他四分之三的血量多 这其实都很正常啊 游戏公司不是福利公司 是要赚钱的 不出VIP 不出年费的强力精灵 怎么获取利益啊 腾讯 讹厂大家的尿性 大家都知道吧 用心创造快乐 充钱肯定会让你快乐 玩家和游戏公司 其实是个双赢 就像你玩FGO 蹦蹦蹦 阴阳是来来当大了 中了 你也会觉得到快乐 有的时候白嫖抽到了 还会心想 哇 我这一波赚翻 游戏公司其实也不亏 起码增加了玩家的活跃度 如果洛克王国不盈利的话 会不会和隔壁的 机甲旋风一样停服 那我们或许 失去的是更多 真的 最后一晚待在机甲旋风 那天真的很感动 也很失落 我们觉得他变客金了 其实我们是在拿以前的标准 和现代的情况进行相比 其实这是不客观的 所以我们这些退游 或者半退游的养老玩家 应该对于游戏理性的评价 王国一开始瞄准的 儿童市场方向十分明确 当时摩尔状元的游戏模式 已经很明显了 儿童市场的收益也是不小的 2010年6月 随着赛尔号和奥拉辛的先后公测 洛克王国也在7月份 开始了正式的工作 而且这三款游戏 在当时都造成了 儿童市场轰动性的影响 特别是当时的学生 特别是小学生 初中生 人人都在讨论这三款游戏 赛尔号的起步更高 他有摩尔专人的基础奠基 前期上的确盖过了其他游戏 时间的证明下 这种精灵养成的游戏 非常成功 制作洛克王国的魔方工作室 也在当时获得了不小的成绩 接下来谈一下 重回洛克王国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怀念 这种游戏氛围 世界的聊天频道 是热火朝天的 当时好像是有这么一个 很特殊的活动吧 就是有这么一个时装系统 顿时很出息 这么华丽的特效 惊了 还记得当初我的这100集 是VIP区域的皇家十九 哇哦 班上的小伙伴 哇你好厉害 你居然拥有100集 你居然冲了VIP 好厉害 大神大神 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没有吃早饭 一点点省下来的 又有点小心酸呢 我还记得当时 更新了一个重大的版本 呱呱出现了 好像是2011年的1月14号 神秘预配的一个任务 就可以得到呱呱 当时我觉得 逍遥呱呱是最帅的 就像逍遥呱呱方向学习 学习技能火龙术 这个技能可以说是 当时版本中最